广东中山坦州镇对进出坦州镇的所有道路实施全面管控 人员原则上只禁不出 据广东中山市坦州镇政府网站消息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 为进一步排查风险实施精准防控 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规定 经研究决定 现就进一步强化坦州镇疫情防控工作通告如下 一 严格落实交通管控 自2022年1月13日及时起 对进出坦州镇的所有道路实施全面管控 管控期间 人员原则上只禁不出 如因就医 特定公务等确需出入的 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对不配合管控管理的人员 将根据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从严查处 二 严格管理村 住宅小区 镇辖区内所有村 住宅小区居民实行自我健康监测 每日测量体温 出现发热 咳嗽等症状应及时报告 三 暂停聚集性活动 镇辖区内暂停举办所有大型会议 论坛 培训 演出 斩销促销等聚集性活动 骑士还办 丧事减办 宴会不办 四 严控重点场所 镇辖区内所有餐饮单位暂停堂食 所有密闭半密闭通风不良场所暂停开放 各类料店暂停销售退热 抗生素 抗病毒 咳嗽感冒为药品 发现够料人有发热等可以症状的 要第一时间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